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白化佛法 那么上次我们讲到食善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哪食恶 恶 那么所谓的这个杀盗 淫忘 淫忘 其语 恶口 两舌 忌妒 慧 汉 心怀 邪见 实际上这就是大家所经常熟悉的杀 盗 淫 妄言 就是忘语了 其语了 恶口了 两舌了 就是调破离间了 嫉妒了 恨了 恨了 以为我对他有看法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那你就没有犯了 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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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对别人的看法是错的 那你就伤害别人 那你就是犯了恨 恨了 恨了恨了恨了 恨了恨了 恨了 欨了 funny 所以杀生的灭报 就是给人家一短命啊 所以你去看有些人活得很短 他上一辈子的杀业 或者加上这一辈子的杀业 他的命就特别短 所以以后你们只要看见 有人很年轻的就走了 那他一定是有杀业 因为这个是招感受命极短之果 如果你没有经过别人同意的话 就拿别人的东西 是属于窃取 就是偷盗 你偷盗的话 这个报应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贫贱啊 一生贫贱之报 一生穷啊 想发点财都发不了 所以你们看有些同学 小孩子的时候 从小就喜欢偷人家东西 铅笔啊 很小的吧 弄块橡皮啊 看看人家包里有什么东西啊 偷一个卷尺啦 你要知道你都大起来 你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什么财都发不了 就是这种果报了 所以不能窃取他人的财物 没有经过别人同意的事情 你不能去做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淫欲赤胜 为因 如果你今天呢 淫乱 整天是好色 之毒 然后呢 因为你的淫欲 非常的欲望 非常的强 叫赤胜 你会导致 你喜欢的人 或者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朋友 对你不忠 所以你去看好了 整天 思想当中有淫欲的人 他的伴侣啊 配偶啊 还有他的朋友啊 对他都不会很忠诚的 而且呢 没有那种贞洁的思维 他一定会出偏差 所以 还有一个 喜欢说妄语的人 整天的撒谎的人 你去看好了 他除了别人证悟他 还有一种报应 是身体上的报应 菩萨说 这种报应就是你的 口臭啊 口气啊 是臭慧 也就是说 常年的臭 人家说你的口臭 有时候肠胃不好啦 哎呀 这个牙没好好刷啦 这会有一点 但是他是一直的 你就要当心了 这就是有问题了 还有经常说旗语 不正常的语言啊 乱讲啦 你生长的 你生长在这个地方啊 它的土地啊 不平整 这土地不平整的话 就会让你的心态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种地方呢 一般的不会很富有 由于两舌的原因 一个人如果两舌了 舌头 两边挑拨离间 导致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有烦恼 都会有惊奇 也就是说会有阻碍 举个简单例子 你经常挑拨离间的人 你说你在单位里 你会没有阻碍吗 你会没有烦恼吗 别人会看不出来吗 所以很傻的 你看挑拨离间 到了最后 被人家发现了 还是你自己吃亏啊 所以不能挑拨离间的呀 那么恶口就骂人了 你骂人的缘由啊 就是人与人之间呢 因为语言呢 还有概念呢 思维的不同啊 没有良好的 善良的沟通呀 所以你去看恶口的人 这种人 他碰不到别人理解他的 整天嘴巴喜欢骂人的人 他碰不到 良师益友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整天骂人 人家说动不动不讲道理 哪会有好好的人 跟他交朋友啊 还有一个嫉妒心中的人 你记住了 嫉妒心中的人 他会导致 他做什么事情 都得不到圆满的果实 从过去农村里来讲 你不会无苦丰收的啦 你这种心态 不会全方面丰收的 比方说你家里种了玉米啦 又种了稻谷啦 又种了蔬菜啦 他不会全部都丰收的 总是有一两种 得不到封城 那么从现在的话来讲 你嫉妒别人的人 你不会得到圆满的 一个成果 那么称惠心 恨别人 恨别人啊 那么会形成你脑子里那种啊 恼怒的概念和恶念 因为你恨了 你会恼怒 然后呢 你越恨周围的环境 越糟糕 越糟糕你越恨 恨到后来 你周围的环境 就是造成你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顺利的原因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经常去恨别人的人 周围的环境 不要讲的 一定不会好的 那么邪见的果报 除了师父刚才跟大家讲 邪知邪见 不正念 不正见 其实 他这个邪知邪见的人 到了以后晚年 他会自然生于八大地狱之中了 就是常年累月的 邪知邪见 不正见的话 他会到地狱去的 所以你们大家想一想 邪知邪见 那是多么的可怕 就是明明这个人是好人 你把他看成坏人 明明这个人是坏人 你把他说成好人 就是这样 对一个佛法的理解 明明别人说的是正的 你把他歪过来讲 师父举个例子好吗 你们可能就更有体会了 你去劝人家吃素 不要杀生 他说植物有没有生命啊 有啊植物也有生命啊 青菜萝卜你不要吃好了 他们也痛的 你为什么杀他们吃他们的 这种就叫邪知邪见 这种人用这种语言 来抵挡正知正见 他要下地狱的了 找出来的理由不存在的 或者就是说用另外一个概念的 来取代一个啊 批驳一个正念 他就是下地狱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完全是颠倒黑白 所以众生因为造作 刚刚师父讲的这十二页 造作是什么 已经做了很多了 刚刚师父说的十二页里边 你们是不是造了很多 导致了所生之处 环境恶劣 你们想一想 你们嫉妒别人啊 称恨别人啊 恶口啊 两舌啊 你说你这个环境能对你好吗 你造了这么多的业 别人会喜欢你吗 你到哪里 别人唾弃你到哪里啊 所以造了这十二页 你的环境一定恶劣 所以你就天天过得 不称心如意的日子 更何况每个人 还有色身所遭感的恶报呢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你身体上 还有很多不舒服呢 你说我没有贪嗔痴啊 比方说我没有嗔恨啊 但是为什么身体也会痛啊 那就是色身所遭感的恶报 那么就是说你上辈子 曾经做过的不良 不好的恶报 所以佛陀就跟大家讲 比丘们应当舍离十恶之法 修行十善法 大家听到佛陀讲这么亲切的语言 非常的感动 这些虽然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实际上每个人都要遵从 我们说一个人的毛病是从小而养成的 一个人的善良也是从微小的每一个事情所养成的 所以要从小就开始 好好的让他们学习 当时比丘们听闻佛陀讲了这个开始之后 各个法系充满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 讲了十恶 上次讲了十善 还有十念 那么今天呢 刚刚跟大家讲了呢 在佛经四十二章经文当中曾经讲 如是时事 不顺圣道 明时恶行 就什么意思啊 刚刚以上讲的十件事情 是不顺圣道 什么叫圣道啊 什么叫圣人呢 你们知道什么叫圣人 你看这个古时候那个文字啊 这个圣啊 你看看左边一个耳朵 右边一个口 如果你听好的 说好的 你就是从你的眼耳鼻舌生意当中 得到了一个王 你就是圣人 左边一个耳朵 右边一个口 下面一个王 就是繁体字的一个圣人的圣 所以 人跟人不一样 就是你听到的和说出来的 跟别人不一样啊 你就是人的王啊 我们说 人中的王啊 所以要懂得 如是时事 不顺圣道 明时恶行 就是顾明 是十恶法 就是十恶行 是恶若止 如果你把这个十个恶全部停止了 不去运作了 是恶若止 明时善行而 就是时善行 所以时恶行 时善行 其实你只要把恶止住了 你就是时善人 就是圣人 我们修行的终极目标 是什么 师父以后要考试啊 修行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契入菩提涅槃 契入菩提涅槃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有智慧 要懂得无我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无人相 无我相 也就是要懂得涅槃 就是测悟 所以你在人间 你不能理解人间来的目的 和彻底的觉悟 你不可能在人间 做好每一件细小的事情 你看造房子 每一块砖都不能漆歪的 因为你哪一块砖漆了歪了 你这个房子造到很高 就会倒下来 所以佛教界经常讲一句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你们今天能够到天上去 以后能够修成正等正觉 或者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靠你们现在的一言一行啊 来达到菩萨的 奉行实善 不造实恶 未根基啊 所以实恶和实善 对我们人来讲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看起来谁都会讲 不要偷我又不偷 随便不跟人家讲 把人家东西拿了 是不是叫偷到啊 你没感觉啊 随随便便巧不理解 你能修成佛吗 你两舍呢 你骂人呢 你讽刺别人呢 你起雨了 你所有的这一切 声口意 全要像佛一样 所以要绝造 时时刻刻的绝造 要觉悟和照见自己 照见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啊 不要有不好的想念 不要有各种不好的念头 在心中要反省 要检讨 要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时时刻刻的 不让任何的杂念 残杂余念 留在你的身上和心中 你将清静无碍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